自己的 比如说 就是我在我们学校 比较喜欢打排球嘛 平常没事的时候 是一周训练两次 然后正好赶上上个月 我们有比赛 好几场的比赛 所以就得天天训练 每次训练很晚 回去之后我也很累啊 回去之后他就跟我吵架 说我不陪他 那你刚开始的时候 一周就去那么两三次 我当然没什么事 但是后来你知道 从早上六点多 一直打打打 然后中午吃完饭 然后下午还去打 一直打 打到晚上八点多 然后回去聊两句话 他就睡了 持起来一个月 我受不了 你受不了啥呀 他不理我 我也没有不理他 不是你想咋陪你啊 那起码 跟我每天都出去晃了吗 那那那怎么着 你这样之后 他怎么对你呢 就是跟我生气啊 吵架 你说我每天 我每天训练 也不是光我一个人 这样训练啊 我们队的所有人 所有女生 都是这样训练啊 那你打排球 你能进国家队啊 我打排球 我就为了进国家队啊 我就不能有 我自己的爱好呀 你进不了国家队 你就回去给我洗衣服啥了 你干嘛天天 还得打排球 我凭什么给你洗衣服呀 我每天这么累死累活的 在那边打排球 每天回去都没有劲儿 我还给你洗衣服啊 老子 还有别的事儿 还有别的事儿吗 有 还有就是他特别不会哄 就是这个哄字在他脑子里 就没有这个概念 啥意思 你看 就是由此 我们去出去玩嘛 我跟我朋友玩完之后 当时我包他拿着 回去之后我就发现 我的包就是里边的眼霜 就是少了好多 我就问他 他说 你这是眼霜呀 我以为是护手霜的 我就涂了 当时我一听我特别生气 因为这个眼霜 他是我省了好长时间的钱买的 花了好几百买的 我自己都舍不得用 然后我还没有跟他 发特别大的活 他的脾气就上来了 嗓门比我都大 你说你哄哄我不就得了呀 不道歉还是我小气 那我又对花瓶又不了解 那你用这钱跟我说一声呀 我不就用了一点吗 你至于跟我生气吗 你怎么就不问我 我的意思不就是说 想让你给我道个歉吗 你哄哄我 默默我的头哄哄不就行了 从来不哄 在你的思想里 是不是只有你们男生 可以发脾气 我不可以发呀 还有就是你说游次啊 我拿他就是拿手机翻嘛 无意间翻出了一张 就是他跟他前女友的照片 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然后我就是那种语气的 然后我说前女友真漂亮呀 他你说他有不傻的 肯定能听听我什么意思呀 换作别的男人 肯定就去说 哪有你漂亮 这都过去的事 你都不知道他说了一句啥 他说我现在就喜欢不漂亮的 都跟你开玩笑呢 你开玩笑你笑了 我哭了 在说前女友都以前的事 我都 那你怎么不杀他呀 都已经不在乎了 意思你就说我丑呗 因为我都丑你才追我的呗 那不是跟你开玩笑 那你好啊 那你上次 我当时就是拿了他手机 然后就是看了上 然后看一个男的 你妈挺有意思的 亲密 一拿手机就能看出东西来 来来来 特别亲密 怎么了 就是有个男的 然后对他成功特别亲密 拿手机怎么能看出来这个呢 成功 其实是这么回事 就是他刚刚不说 我们也是在一个社团吗 现在就是我是我们社团的主席 那个人吧 是我的一个学长 我们两个就是 之前在一个社团过 但中间都退了 现在他在一个公司上班 然后他们公司呢 需要在我们学校宣传 宣传就需要的一个场地啊 所以他就想托我 托我跟老师要这种场地的条 就是想求我办事吗 人家就叫了个亲切的一下 我也管不了人家 在这我也没跟人家互动呀 嘴打他身上 我也管不了他叫什么呀 然后他就生气了 让我把人家给删了 关键是 你要是有平常的人啊 我删可以 但是人家公司跟我们社团 每年都有合作 你不能因为我一个人 就把我们整个社团给糟蹋了 删了人家以后还怎么合作呀 一点都不顾大局 那我就看这一次 其他还有没有 我还不知道了 你还小心眼啊 特别爱吃醋吗 除了吃这个学长的醋 还吃过谁的醋啊 就是有时候跟男生在一块嘛 然后他也会非常不乐意 就跟一个保镖似的 没听懂 就是你看就是还这个事 就是第二天 然后场地不是劈下来了吗 劈下来之后 然后我就想着 怎么着也得过去看看吧 或者帮帮人家忙什么的 反正不能不露面啊 然后我就过去了 然后他就一直 就是紧身地贴着 一直跟着 意思就是说这是我的 你谁都不能动 我当时去了 我是以一个主席的身份过去的 你怎么着又得给我一个面子呀 干啥去了 我就是不希望他跟其他男的接触 这不是正常的交往吗 正常交往该叫什么叫什么呗 成功那么亲密干嘛呀 叫的啥呀 就叫了个梦梦 小明最后一个字是梦是吧 就叫梦梦是吧 然后你觉得受不了对吧 挺好的呀 分手吧 你干嘛呢 我跟他提过 他不同意 不同意就不能分了 他其实有时候对我也挺好的 说说的都好吧 就是有一次他们出去实习嘛 实习可能需要半个月吧 当时我反正我就跟他发了个消息 我说想你了 然后他第二天 就也不告诉我 就回来了 你恐怕也没告诉实习单位老师吧 跟老师请教了 还有什么对你好啊 平常其实有时候 让我生病了或什么的 也会买药啊 其实有时候 事儿还想你挺周到 说白了是舍不得 是吧 但是男生身上 又有这么多的缺点又受不了 既舍不得又受不了 于是你的诉求是 希望老师们帮你修理它 对 是吧 叶琦姐姐